中广新闻网 罗友志有话直说 用历史透析国际 用历史分析时事 只要四个外 部分国内外 统统聊起来 我是主持人李毅修 网路人称历史歌 我在中广新闻网 周一至周五 早上11点至12点 欢迎收听历史乙骑秀 慵懒的早晨脑袋没开机怎么办呢 全台最早独报 清晨6点 中广10分钟早报新闻 给庆龄10分钟 天气 美股 报纸新闻重点摘要 三合一懒人包都给你 哦哈哟 切点听夜容早报新闻 提供华人世界最专业独报 全球大小事重点新闻分析 气质王小姐 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平安 欢迎收听中网新闻网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礼拜一 一样是邀请我们这个帅气 又有国际关的 借文集权大使 到我们现场来 浅秋早 大家早 这么捧你 有没有让你的 在冷冷的天温暖一些 开玩笑 我就看我头发今天很乱 是是是 今天真的是 尤其是苗里以北低温特报 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保暖 又湿又冷了 一早要起床出门 大家都有点点这个 要一点努力才行 那路上也是蛮塞车的 今天感觉蛮塞的 今天啊 今天 因为我从林口开嘛 这个每个 每个就是说 感觉都很很清楚 今天车多还是车少 有很明显的感觉 对 今天车比较多 天气冷再加上下雨 对 还有些地方下雪了 所以提醒大家 在在行车安全上 还有保暖上 都要特别注意 那么有好几个国际新闻 礼拜一的今天一早 我们就先来帮大家关注 首先是乌克兰 缅甸 这些都是蛮受国际瞩目的消息 乌克兰究竟在俄罗斯囤积兵力 那被预判说 可能春季就会入侵乌克兰 可是这当中引起的 这个包括中美之间的脚力 那这个地区的不稳定 全球国际局势的动荡 其实乌克兰的事情 已经很多年了 他大概有七年了吧 那乌克兰事实上 已经打过很激烈的战争了 现在是比较平和的时期 那战争打得很高潮的时候 其实蛮惨烈的 因为有一万四千人死亡 这个对基本上对乌克兰讲 是一场内战 因为他是这个西部的这些乌克兰 现在他的基辅在国家的基辅中心 东西两部 东边因为比较轻恶 所以呢 这个东边那个时候 西边要这个往西方阵营靠的时候 那东边就有不同的声音 而且当时政变被赶下来的那个总统 是在乌克兰东部选出来的 那所以就造成乌克兰内部的立即的撕裂 一撕裂以后双方就打起来了 那到现在他还有两个省 就是说叫鲁干斯克 还有另外一个 两个省基本上 从乌克兰政府来看是叛离的省份 那他当然想要收复了 所以乌克兰一直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内战到今天只是停火 死了一万四千人 只是停火 那当时最希望乌克兰能够停火的呢 是欧盟的国家 所以后来出来 整个来收拾残局 也不是收拾残局 最后说外部过来调停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法国 那所以在明斯克 也就是说白俄的首都 签了两个协议 那明斯克基本上就是推动乌克兰的停战 而且是透过有一个组织叫OSCE 其实它叫欧洲安全组织 所以是欧洲人出来把这个局面给结束的 可是呢 现在呢 树欲尽而风不止 那个风啊 就是美国 美国事实上一直在要打乌克兰牌 因为他难得找到一个机会 对俄罗斯啊 施加极大的压力 对俄罗斯做出前置 因为俄罗斯从苏联瓦解以后 俄罗斯成这个这个堵 成立俄罗斯联邦以后 那这个旧苏联地区就战乱不断 对俄罗斯来讲 他已经放弃了很多很多 他的过去苏联时代领土 中亚五国全部独立 然后巴尔干半岛 就波罗的海三小邦 包括现在立陶宛 也全部独立 然后呢 他原来的这个东欧的缓冲国 就是华沙公约的组织的国家 华沙公约解散了 所以呢 俄罗斯就等于说国土啊 面积啊 苏联啊 国土面积啊 大幅上市 那成立了 俄罗斯联邦 可是俄罗斯联邦 还是有领土问题 那这些领土问题 主要分 三个地方 东部跟南部跟西部 那东部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东部只有跟这个日本 有南千岛群岛的问题 那已经是二四大战以后就存在的 那日本也没有足够的实力 跟日本 跟俄罗斯打一仗 把他的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要回来 那俄罗斯就是 这个就是二四大战 胜利国的成果 那所以南千岛群岛 这个世界的领土纠纷 可是不严重 另外南边的领土纠纷 过去相当严重 也就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南部 高加索地区 因为那边有回教 跟这个俄罗斯的东正教的冲突 而民族也很复杂 所以那个车臣 那个国家 当时要寻求 车臣是还是俄罗斯内部的 一个加盟共和国 那当时打内战打得非常惨烈 而普丁就是车臣内战 一战成名的 他借着车臣内战 赢得所有俄罗斯老百姓的 认同跟支持 变成了俄国的民族英雄 所以他在车臣 打了血战 因为车臣那时候不仅是 要搞分离主义 而且车臣的恐怖分子 在俄罗斯 引发了很多恐怖攻击事件 那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有莫斯科地铁爆炸 上方都非常惨重 可是在普丁的铁碗 这种镇压之下 那车臣事情解决了 后来南部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乔治亚 乔治亚跟俄罗斯之间 也有领土纠纷 所以俄罗斯的南部有问题 可是这些问题都慢慢解决以后 西部出现大问题 因为西部就俄罗斯来讲 还有两块 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美国就不断的 这个北约不断的向东发展 把过去华沙公约组织的 这些成员 甚至以前俄罗斯联邦时代的 这个波罗的海三小王 全部吸纳成为北约的成员 那最后只剩下两块净土 两块净土 一个是白俄罗斯 一个乌克兰 对讲到这个就是跟台湾比较像 就是说俄罗斯也是尽力的阻止 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个是他的底线 因为这两块地 如果现在变成俄罗斯跟西方势力的一个缓冲国 这两个缓冲国 基本上他的民族上跟俄罗斯都是 历史上就是同一民族 你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文化发源地是基辅 基辅现在乌克兰的首都 那白俄罗斯现在已经跟俄国又重新俄国签一个的时候 这个是同盟协定 这要整合了 所以这两个国家本来跟俄国历史文化 地理上渊源就非常的深 就变成最后两块俄罗斯认为 作为他跟西方势力的两个缓冲国 可是乌克兰出世 乌克兰出世主要就变成就是说 以波兰为首的这个东欧国家 不断的在怂恿 在应用乌克兰内部的矛盾 最后造成乌克兰内部的政变以后 用政变推翻了原来挣钱 就造成一个亲西方的一个政权 那为什么波兰要这样做 因为历史上波兰曾经是中欧的大帝国 曾经征服过乌克兰 而且把一半的乌克兰 从东正教把它转为天主教 所以乌克兰虽然是斯拉夫民族 而且是斯拉夫民族的发源国 可是它内部的宗教分成两派 一个是东正教 一个是天主教 所以就变成乌克兰内部 始终有这种根本性的矛盾 也让波兰有办法去影响 那波兰影响成功了 所以乌克兰现在的政权是亲西方的 可是呢 因为只是波兰跟立陶宛 他们对这个乌克兰的发展很有亲生 他们在欧盟 第一个在欧盟里面的影响力 跟在北约这两个西方阵营的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 影响力还是有限 所以他们虽然很希望乌克兰能够加入欧盟 可是欧盟是有疑虑的 那么他也很希望乌克兰能加入北约 可是北约也有疑虑啊 因为这已经是俄罗斯退无可退的 底线了 你要去踩俄罗斯的底线的话 这些欧洲国家知道严重性 可是美国也知道严重性 可是美国就要运用乌克兰人跟波兰人 他们想要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种欲望 美国在中间做了很多工作 第一个就是运用这样子 美国的目的是运用乌克兰 来抑制俄罗斯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拜登 他想要跟俄罗斯关系和缓 那关系要和缓的话 俄罗斯就抓到机会了 就跟美国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 那么拜登也找普丁谈了两次了 那么第二次谈完以后 这个月中的 这个月初的时候谈完以后 俄罗斯的克勒民工 他就发表一个声明 他说我们要两点要讲清楚 哪两点呢 第一个北约不能东扩 尤其要讲明了 要保证 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因为北约是一个共同防御组织 对不对 你加入北约的话 北约只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攻击任何北约的成员国 就是等于攻击所有的北约成员国 北约成员国会采取集体的行为 来反制这样子的攻击 所以他是一个攻守同盟条约 那俄罗斯是绝对不容许 乌克兰加入这样一个攻守同盟条约的 所以这个是俄罗斯的底线 因为美国现在要找普丁啊 拜登要找普丁他 所以普丁两点底线 第一个绝对不准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且你要保证 第二个呢 也不准北约在过去的乌 就是说啊 苏联时代的这些啊 属于苏联的国家 就是讲穿了 就是这个就是波罗尼海三小邦 然后还有就过去华沙公约组织的国家 比如说啊 罗马尼亚啊 波兰这些国家啊 你不准部署攻击性的武器 这种攻击性的武器就对俄罗斯 所以跟台海很像吗 所以台海几乎是一个翻版了 不过这里面因为 这个乌克兰问题还加了一个欧洲 欧洲的利益跟美国是不相同的 欧洲人第一个 你美国说 好了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欧洲人也不同意啊 因为欧洲人很简单 那这样打起来了 如果说不要说核子战争 传统战争 其他国家要帮忙打 他可不干了 第一个不是帮忙打 一定打出一大堆难民啊 那乌克兰有数千万 乌克兰是一个非常附属 跟过去土地辽阔 人口众多一个国家 那个仗一打下来的话 那三百万难民谁来接 要游泳游过大西洋去美国吗 不可能吧 都是在考量自己国家的利益 所以欧洲 欧洲国家基本上是希望一个平稳和平的一个乌克兰 对因为不管普丁 现在虽然国际的消息里面放出来都是说他预计春天要攻打 但目前普丁是否认的嘛 但是加入这些国际组织的很多的这个行为 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国际角力的过程 很像台湾啊 像CPTPP昨天才有一个新的消息 之前在公投之前不是公开的中央政府一直在宣布 说哎呀加入CPTPP一定我们要有核实的问题要开放 才能够加入啊 还有莱猪要开放 我们才有机会加入啊 我现在都有啊 结果现在从加入之后 现在都已经被民党否决掉了 好 那么现在日台交流协会的代表全玉康 他就被问到这个问题就直接说 辅导食品跟CPTPP毫无连结 没有连结啊 所以至于福祉要不要开放 当然是台湾应该有没有决心啊 那至于是不是加入CPTPP 这个是之前蔡政府说的啊 只是加入CPTPP之要 是这个核实 他说这个是夸大不实换不到任何门票 很好笑吧 日本主办方应该有其他方法 你讲这个核实来挡 结果人家连日本人都不认 然后可是自由时报今天邓正宗却一样 这么大一个板面 板头在呼吁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CPTPP明年换新加坡当家 会不立我国入会吗 因为本来说今年嘛 明年一月嘛 然后他就说新加坡没有说挺中反台 还是很有希望 审慎乐观 很好笑 就是一场骗局 那更好笑在立法院不是CPTPP 我们公投绑大选 不是被否决了吗 现在民进党要推动修宪绑大选 真的是莫名其妙 然后回头如果再看一下 国际新闻是驾驶最擅长的 我们待会广告之后来聊 就是加拿大的总理 加国的总理 杜鲁门 杜鲁道 对不起 杜鲁道 他在自由时报头版里面的内容是说 他中国仗着市场经济 在玩弄世界各国 所以西方国家要联合抗中 那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 他却自己又做什么事情呢 很有意思 他一边呢 禁止之前去去年才说TITAC 抖音啊 是是在违反这个国际 上面很多在入侵各资有问题 就他自己呢 却也跟澳洲总理莫里森 都一起开通了TITAC的账号 因为他已经变成全球最大的 这个社群平台之一 最大了嘛 所以就很好笑 所以这些国家 一方面喊着我们要抗中 一方面也要这些商业利益 又要赚中国来自大 这么大一个市场的经济利益 所以这当中很多的这个过程 也跟台湾现在处境真的很像 可以拿来借进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新加坡你怎么看啊 新加坡会支持我们加CPPP 我觉得 没有啊 这个这个CPPPP 基本上是共事决 共事决 没有一个单一国家 可以说 说了就算 没错 当然 就要所有国家说了都算 那日本就是得了便宜卖乖嘛 反 反要一口啊 那就是就要表示就再次看到日本外交的狡猾 可是本来也是 他也不愿意被你利用 被你民进党利用 他也不在选前 从头前讲 然后现在讲 但是也很好笑啊 就是本来大家都认为应该是多够 没有关系的啊 我们可能CPTP的要建设 单一国家利益 他应该是共同的这个联合的利益啊 然后骗骗骗大家骗骗骗骗转 这个 然后公投就这样了 那公投很多三个月前 对不对 都是压倒性的同意嘛 什么三个月以后就变 就变成输了那么输了那么多 这个其实就是 政党的 这个动员能量啊 看你能不能吹出票来了 这个已经不是讲不讲理的问题 而是你能不能你能不能动员出你的支持者 那相较之下 台湾现在这个政治的动员力的话 民进党看起来还是最强 千秋万事 我是千秋 我提醒大家今天真的要保暖了 很冷啊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聊到了 聊过了乌克兰跟俄罗斯 还有在观察 但无论如何美国在当中 所要操弄的角色 也是显而易见 但是呢 再看看CPTP 再看看加拿大跟澳洲 他们一边喊着西方国家要联合抗中 一方面商业利益加国赚了很多钱嘛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现在也是要开抖音 而且他上传的影片 其实这个加国总理杜鲁道啊 算是帅的啦 对 所以他的照片是怎么抱着两只熊猫 在开抖音的影片 怎么看这种一边又要喊打喊杀 一边又要赚钱 一边又要开抖音 一边又要说抖音是有入侵各国资安疑虑的一个公司 这个英国以前英国是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 英国那时候是如日中天 他一直告诉英国的外交官 要外放还要接见 他就说 有一件事跟你提醒一下 他说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加拿大这个国家怎么出来 他为什么没有变成美国 因为他当时在北美洲搞独立的时候 就是说华盛顿那批搞独立的时候 保皇派的人都跑到加拿大了 所以他们是比英国还 还还英国的一个 一个安格尔萨克森的国家 那所以这些国家 包括包括这个澳洲 他们都是都是一种信条 外交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所以他讲这些话都是利益出发 那比如说啦 加拿大过去本来跟中国大陆关系是不错的 为什么突然这三年出了这么大问题 就是孟晚舟事件 孟晚舟事件他是为什么 他是执行美国政府的命令 对最后 中国大陆 把两个加拿大的间谍 扣在中国大陆 抵一个孟晚舟 那加拿大就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那可是最后呢 中国大陆跟拜登政府达成协议 拜登政府打个电话跟杜鲁道讲说放人 就放了 就是说杜鲁道基本上 他基本上他就是 就是哪里有利就听谁的嘛 对不对 他跟美国的关系这么密切 他就听美国了 那跟中国大陆有利可图的时候 他就去就去找找寻他的利益啊 对 那加拿大这一次杜鲁道讲这句话 防中国大陆建立 其实我是觉得这句话应该是讲给澳洲听的 为什么 因为澳洲关系跟中国大陆现在基本上是决裂 那澳洲跟纽西兰 澳洲跟加拿大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农产品跟原材料的大国 所以呢澳洲方面中国大陆过去大量跟澳洲买的煤矿 跟澳洲买的这些农产品 澳洲中国大陆减购以后呢 这些量都跑哪里啊 都跑加拿大去了 所以事实上加拿大是所谓的中国大陆 对于抵制在经济上抵制澳洲的最大受惠者之一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杜鲁道有一点得了便宜还卖乖 那他也知道中国大陆很多地方 也是因为有需要才跟他买 比如说煤矿 比如说这个这个古物类的 对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购买 今年啊 我看过一个记录都是像火箭一样往上升 占的比例已经是这个这个加拿大外销的最高的一个 最大一个市场 依赖很高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 基本上的话 我想杜鲁道讲这话就是讲给那个Morrison听的 表示说我虽然啊占了你的便宜 可是我心里对你还是很好的 对不对 虽然我们共同敌人是大陆 我赚了他很多钱 可是我的心还是跟你在一天 这不是就是讲公话吗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些西方的政客这种嘴脸啊 这种伎俩啊其实从杜鲁道这次讲话 就可以看出来了西方这种啊尤其是Uncle Sachsen集团 他们这种啊利益为先 即使是同族的他们都是Uncle Sachsen啊 那也没什么好客气的啊 这种啊兄弟戏强对他们来讲 是根本就是就是就是啊 家常变换 只要有利益 那可是嘴巴上还是要讲讲 所以呢就在这个情况下 杜鲁道就讲了一下 那讲这句话无痛无痒啊 他基本上中国大陆要跟他买东西 他还是还是非常非常乐意啊 那在政治上啊就跟着美国跑啊 所以这个就是西方政治的一个好 我觉得就是一个一个写照了 那是再一次反映他们出来 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没有什么矛盾 对他们来讲 他们心里只有利益嘛 没错 对听看好玩为什么不参加 而且有年轻人啊 年轻人现在很多 就是欧美国家的年轻人 超乎大家想象 台湾年轻人是抖音 也是他们很爱看很爱玩的一个平台 跟Dcar这些 所以他在根据这样的排行里面 的确是击败Google啊 所以他们也要从这里来 争取一些年轻选民的支持 对那当然 市场机制 这个平台对他来讲是有政治利益的 那像CPTPP好笑了吧 我们通过了不是就应该全部给加入了吗 CPTPP民进党一开始就是骗 骗到现在还在骗 不过他真是能骗 第一个我们不要忘记 如果不是中国大陆申请要加入TPP 民进党根本不要申请 我们以前在这个节目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不申请 因为你申请的话 你要开放农产品 你要开放专业证照 有很多的退让的产业 你要把你的国营事业重新改造 这几点通通会什么 影响民进党的选票的 对是做真是做假的 本来就不知道 他本来就不想加入的 那因为中国大陆加入了 那这个整个的情势就转了 所以中国大陆加入以后 民进党就跟着加入 那他之前 那一年一年在干什么 什么都没做啊 对就在那边在那边不动啊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如果加入的话 我们很多产业要重组 有些市场要开放 这个必然会影响到执政党的 他如果执政他就要负最大责任 如果他不执政的话 可能就推给日本啊 核石啊 推给什么啊 核石他也不敢开 所以他一直他知道 如果他要一开口 要CPTP 日本就讲说 你不要忘 不要妄想了 你不开核石 我根本 一开始大家讨论的时候 我就不同意 就被打脸了 人家日台交流协会的代表 全裕泰 就说根本就无关了 是你台湾记想太多了 这是得了便宜而卖怪 所以根本民进党 打脸这样 就是民进党根本在他们眼里面就是怎么讲 不算是不算是什么上了了台面 他之前日本的副代表有讲过 日本的驻台副代表曾经讲过 跟现在那个代表讲完全相反的话 你去找记录 他的副代表曾经就说 哎呀你没有加入核石的话 意思就说你要你要成为CPTP很困难 有讲过 那么现在这个又讲完全的反话 这就是在外交上面 民进党在外交上 应该把他发挥他们会骗的常才 他只骗自己人的意思 他只骗自己人 他碰到国际场所 乖的跟孙子一样 被人家欺负 被人家踩在脚底下 这是他为什么不跟 不跟那个日本驻台代表抗议呢 对不对 抗议都不敢抗议 对不对 被人家怎么讲 用完即丢嘛 就是外交上被耍了一招 然后人家日本讲这话 我也不买账 你们这些怪 通过这些 你们这些将来怪说 我们日本 他也知道 你这个民进党不代表全台湾老百姓 那他们也为民进党 日本也为民进党背了很多黑锅了 他就是不背黑锅 他说这件事跟你们这公投无关 立刻撇清 他立刻撇清 打脸 因为他还是要争取台湾那个50%另外一边的人 他不要在台湾的内政上面选边 他才不要跟你民进党站在一起 对所以这个外交就是要这样 外交就要只看到利益 没有别的什么朋友不朋友 民进党以为像像这个吴钊燮叫人家亲爱的大哥哥 那个在日本会被日本的外交界 笑到今天还在那边笑说 哎呦21世纪台湾还有这种国外交部长 这么温情主义 卑躬屈膝 完全不晓得自己的身份 完全丢辱国格丢尽台湾的脸的事 他说居然21世纪还有人做得出来 可是问题就变成 吴钊燮自己不知道 现在很丢人 我们要丢人到几点 那可是他居然就可以这样子公开 他那张照片为什么会公开 为什么有人会去照那张像 你相信看 不是有人在那边吹哨吗 绝对是外交部人吹哨 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啊 那这种这种这种人组长外交化 那这日本人看起来幼稚园程度 对不对 我之前吓一下你叫我副代表讲 给你投完票以后就叫代表出来 讲这番话 就是什么 得了便宜还要卖乖 然后呢绝对不会让 绝对不跟你粘锅 你不要想以为我跟你民进党站在一起 没这回事 我站在的是日本的利益 他对外呢 民进党政府就对外就是这样 卑躬屈膝 到了国内就是傲慢 我觉得他们喜欢骗 喜欢那种硬拗 那到国际上去搞 不要在台湾搞 但刚好反过来 对对 我当初我当初不愿意去搞内政 我去搞外交 我就知道 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学的等于是政治 政治其实就是一种合法垄断权力 然后呢 在一种分派利益之下 你就是你在分 你有权利来分配国内的大兵 那我想哇 这个太现实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内部斗争 所以我想我宁愿去搞外交 去跟外国人斗争 帮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 对争取利益 你还觉得心理上比较 比较能够接受 但现在刚好相反 所以显然CPTPP又是玩假的 看起来虽然明年新加坡就要接手了 讲了一副还是很有希望的样子 看起来也只是说说而已 演一场戏 演完了 就下戏了 不是他们很很这个叫轮值主席啦 就11个CPTP会员国一年轮一次嘛 这个这个主席他们不是首长啊 他只是在那边 主持会议 主持会议 投票的时候一律是共事局 当然 你没有说主席说啊 你可以进来就可以 不能讲 这个完全两回事啊 可是你看这个这个自由时报 在上面还在那边玩这种 基本常识都没有的这种东西 又说新加坡如何如何如何 其实我觉得以民进党 我敢在这边讲的满满满满满肯定的 我觉得民进党在2024以前 他才不会认真的去谈CPTPP 他不断的在强调这个困难 不断在强调这个问题 其实是什么 因为他要避开两次选举 是 一次是什么 一次是明年的选举 一次2024的选举 讲到明年选举一定要插个话 因为今天自由时报 这个报道 大伟早先找到了 原来第二个地上被我踩 我不是故意的 他说 北市民进党要有出现新奇兵了吗 叫做大人哥 哇帮高端强力背书 背完书之后 害了大家去打完之后 没办法出国 然后很多这个没有办法确认相关的因果关系的这个受害的程度的 他就不再说话了 他就从此闭口了 结果现在民进党内部传出来有意要拱他参选台北市长 你怎么看 我想他先要大人哥心 那个大人哥就是我们前几年那个南部大水 然后后来发觉他带着全家到金门旅游 然后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在伺候他一个人的那个大人哥吗 是不是那一位 陈建仁前副总统就是高端他帮我们帮国内的高端背书成这样 对这是最近的恶行啊 那他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前几年南部水灾 在大水的时候后来查出来他带着家人 对不对 跑到跑到那个金门去旅游 然后一路上都是动员地方官员 在那边把他当着中央大员在伺候 就那一位吗 看起来好像很温和 看起来好像好像很很勾矣的那一位吗 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一位 就他是不是 那他先要交代一下 有没有对那件事道歉啊 那个那个当副总统的时候动用工器 跑到跑到跑到金门 在台湾南部我们那个同胞水深火热的时候 他去跑去度假的那一位 对啊说明完之后他也还要讲 为什么高端一开始背书 然后背书出问题之后 他就神隐就再也不说话了 所以你看自由时报这个标题想 蓝白真实 因为有讲万安 跟这个民众党的黄珊珊 虽然他没有没有加入民众党了 蓝白真实 蓝有机会逆转胜 因为用大人哥 这是在车风向 那就请他先交代一下 那个为什么他要替那个高端背书呢 对不对 讲不清楚 不说不能说 不肯说不敢说 70万那些西中 对不对 那个那个那个 蔡英文讲西中 那大人哥有没有出来 给他们做个交代 对那现在这个高端发展到如何了 不是还在做什么 什么桥接免疫 搞一大堆 到底如何 到底如何 你在台湾拿到药证 你有没有办法拿到WHO药证 你有没有拿到美国的药证 你有没有拿到欧盟的药证 你这个 这位 这位大人哥要出来讲一讲 做了那么多事情 他好像大家都没有感觉一样 平常心讲 因为他看起来还是勾一勾一 那个笑秘秘的样子 所以过去我对他所谓的专业的 也许还有他的挡败立场 对他的专业能力 还有他的 我还有所谓的尊敬 尊重在 总是尊 我不懂的领域 尊重人家 可是经过高端这次事情的处理之后 他大家的像背书宣传一样的 去帮大家行 帮他行销 可是行销完之后 人却不见了 就再也不对后续 为什么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 包括国际的认证 包括在医药使用上疫苗可能的影响 这些就不再做任何的回应跟说明的时候 就证明这个人毫无专业可言 对啊 毫无专业的良心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 你敢去挺 你就现在出来讲 对不对 你不要出了包以后人就不见了 那那七十万只手臂伸出来给他打了以后 现在怎么办 他要出来 而且哪有一个哪有一个政府的官员 像我们过去公然去挺一家上市公司 炒股票 对啊 你这个怎么 你公然是挺一家上市公司 这个不是所谓的国营制药厂 你今天如果说是国营制药厂的话 那你可以出来 你可以你出来 可以用你的公权力来供他 你这个根本应该要保持中立的 你要保持你的行政中立 这些人都毫不保留的跳出来 后来很多人都说台湾根本发展疫苗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你在现在全世界疫苗都供过于求了 你的高端还有什么市场吗 而且最妙的是 这一支疫苗是全世界最贵的 在台湾卖七百八十几块一支 但效率却不值不明 对啊 效率不明啊 你全世界最贵的这种疫苗 你到卖给除了台湾政府会买之外 还有谁会买 送人都不要 还会谁会买 那请教一下 现在 现在 那个陈时中先生 还有三千 还有三千多万支疫苗 对不对 怎么办啊 这三百多万支疫苗 对 他说一下 回答一下怎么办啊 那三百多万支疫苗到底怎么样 你要改标签啊 你要改上面日期啊 那不是 那我请问一下这位这为什么大人小人的 这个很简单嘛 你认为陈时中说 是不是有人说 过期无所谓改标签就可以 那请教一下这位前副总统 你认为如何 你先给我们个答案 再跟我讲 你要不要来台北市 我以台北市市民的身份 跟你呼吁 请你出来打 给我们个说法嘛 你看哦 这个测水温从陈时中 现在已经看起来玩不下去了 还要元旦领唱国歌 也不认同中华民国的部长 他要领唱中华民国国歌 然后陈时中出局了 然后其他人呢 不断的绕绕绕绕 看起来民调还是没有人 可以赢讲万安 所以现在换这个陈建仁 这他的一个只是在测风向 我是不觉得他真的会出来选 应该就是一个测风向的动作而已 但是呢 其实今天还有个消息 值得讨论 就是高雄发生了 在昨天晚上哦 七点多 有一家四口哦 你看又是个酒驾事件哦 一家四口只是过马路 要到爱河去游玩而已 结果就有一个三度酒驾的男子 当场撞过去之后 害得这一家四口哦 这个妈妈当场就 就 亡生了 对呀 亡生了 然后家人都重伤了哦 那这种状况实在太可怕 过去其实已经被吊销过 驾照两次 也是因为酒驾的关系 就这一次又有酒驾 就台湾的这些酒驾的问题 还是这么多哦 然后但是高雄市长 陈其漫知道之后 就是就讲表示 表达震怒 很生气 就是我会 每次看到他震怒 就觉得怎么又来了 然后震怒呢 然后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然后就没有奶后 对呀 那个房子烧了 就拆房子 对 也不知道 公关问题解决了吗 都没解决 没有啊 忙着分账 忙着抢官位 但是公投还是可以开出民意党 这也满意的票 嗯 最后一点的时间 你有特别今天信我想讨论吗 我只是觉得 我不想要再讨论王力宏了 对不起 王力宏啊 好 今天假日在节目上 对单位讨论了好久 我实在是觉得 我蛮有趣 是唯一有趣是 狗仔在讨论说 哎呀 王力宏跟狗仔叠对叠嘛 那怎么走啊 你记得搜到门口啊 7加7时间到了啊 嗯 就昨天深夜走了 我换了好几台车 然后车窗全部用车杯 我看大症状啊 对对对 好几台车 然后同时出发 然后看你要追哪一边 哎是谁帮他安排 他的他的经纪人吗 这种都有经纪保镖公司 就像他入境的时候 都有艺人专用的 VIP的入境啊 接待的公司 像我的朋友 他就是理设的 他就是负责这一方面的事情 哦 他不是那么专业 对对然后这次是这个经纪人的这个保镖保安 我也很多人是啊 宝哥 以前很多常会碰到 真的真的很厉害 好我们跟大家打打招呼啊 秀鸾 荒圈雾 胖虎 辅导食品 配件大使 蔡小英 哦这样子 那样已经说跟风投无关了 欧文然后叶君 道风 邱文 唐 极光 chap cake 凡人 言语 十三书 好好玩 品哲 miss wong 和尚 一中天 有特别想聊聊吗 还是我们把这个酒驾聊完 可以可以可以 是酒驾的呢 千秋万事 进入大远中 是指王小姐 本周 跟你们一起 千秋 聊天 其实我们今天是最好的 欢迎回来众星文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一样邀请礼拜一 我们的接吻机 以前大使 呃大家好 浅秋好 今天刚刚讲到这个新闻呢 就是在高雄 这看得让人家非常非常的心痛 一年岁末年中 又快过年了 一家四口 只是过个马路而已 都会被酒驾的男子给撞死 大概晚上七点多这种时间 其实都还算早呢 然后就这样 南部天气状况 应该比北部好很多 哦 不像北部可能湿冷 天气事先不佳 那南部呢 相对是不会这么糟的天气 情况底下哦 他有酒驾 又把人给撞死了 然后一家又这样子 分崩离析哦 就 高总市长就震怒啦 哦 他每次都震怒之后 解决了什么问题过吗 震怒之后 只是让公投票 可以更其中吗 我觉得 陈其邁面面 慢慢再变成第二个 这个城局了 他在长期要变成 另外一个民进党的南霸天 所以啊 我觉得高雄啊 这个老百姓 这老百姓只好忍受吧 嗯 对不对 因为他会 他也 现在这个 怎么讲呢 他就是用这种态度嘛 然后震怒一下 你看 什么事到最后都没有 高雄气暴 对不对 那这很荒谬的 那个整个的救难过程 如此之不专业 造成那么多 人命财产损失 那那个城局 不是还躺在那边 干干那么久 最后呢 气暴散款 还给你乱花 中间一度 所谓负责去下台 或者是 做调动职务的 后来都升官了 对啊 他现在要干嘛 就在那边培养他的势力嘛 他们就把他们的人 全部渗透到 所有的政府的公权力 所有机关全部控 他变成一个利益集团 我觉得 陈其脉 大概就是城局第二 那高雄市民 要忍受的话 就会忍受很长一段时间 对 加上他们这次 陈其脉 又把他这个 怎么讲呢 又公投 陈其搞得这么好 对不对 那民进党一定长期培养在他那边 所以他就变成第二个城局 那城局 在高雄是什么一个风格 加上就是陈其脉风格 一个发生天大的事 跟他也无关 对 他即使被抓到去睡午觉 出大事的时候 他睡午觉 他带一大堆 带一大堆这些 这些 人跑到国外去 什么买什么轻轨 其实怎么样 哇 这个大堆人马 在那边怎么一手遮天 那我想请问一下 高雄的轻轨现在如何 天天讲轻轨 然后什么轻轨 轻轨来轻轨去 路都还没修好 火车已经先买了 那这些都是怎么讲的 就是人民捧出来的 人民你愿意去接受这样子政治人物 烧死了 这种公共危险罪 对不对 检查公安不到位 贴个条纸就走人 震怒就把房子拆了 连居民都不知道 这样就好了 那就这样子 他解决问题就这样 那这个一家四口事情 我跟你讲 这个新闻一天就没有了 那中国 这个 这个蔡英文一定会把这个新闻就给他压掉 对 那你这要发生在别的 蓝营的县市化 那可有得吵 所以陈其脉可以躺着干 说实话 他就可以躺着干 干个十年八年 我觉得都不是难事 对 就跟陈局一样 因为他要在那边照顾民进党的一大堆的 这些亲民进党的人 民进党要笼络年轻人也好 要培养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就要高雄这么一个地盘 让他们去慢慢培养他们的人 那现在中央反正蔡英文在这边 用人民的纳税钱来培养民进党的接班人们 对 那陈其脉就在南部 用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去培养民进党的接班人 北至尖南其脉 对 让他们继续可以吃香喝辣 那台湾会不会进步呢 那是两回事啊 所以网路上的这个新闻底下报道 就好多人留言哦 要求要修罚了 对于酒驾怎么遏止啊 结果大家都说震怒很多次了 也没看到后续有什么改变啊 酒驾肇事致死判死刑 办个共同啊 震怒以后呢 还是没下文啊 就是大家共同的感受 我跟你讲 震怒也是假的啦 什么叫震怒 他在那边镜头前面 前面演一演戏 回到办公室 又在那边吹冷气 敲二郎腿了 他才不管 所以不会有负面新闻啊 就是这个震怒的新闻才会出来一下 因为他太稳了 对他有他有这么多人造他 媒体资源的操控 对这完全 他已经是独裁者了 对现在 现在不是蔡黄已经登基了吗 1月10 1月18 12月18号嘛 公投完那就已经 正式要地制法 准备闯关通过 不要闯关了 皇帝的地 不用闯关了 直接施行 颁布 立法院已经被废了 是 立法院所有法案不经过一读 一读是什么你知道 委员会 委员会啊 我们以前在 我在政府服务的时候 审预算是委员会在审 很重要 那那个是一条一条在审 没错 那你立法院设置就是要看紧人民的荷包 你把他这个功能都废了 那不就是把立法院废掉吗 我觉得真的是 我跟你讲啊 民进党真的欺负台湾无人啊 真的是欺负台湾无人啊 真的是无人 他现在是如入无人之境 真的 这就是今天民进党 这个好 现在只有靠我们人民自己啊 你能靠谁啊 民进党 今天是横扫千军 一统江山 没有 放眼拔剑事故心茫然 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跟他相抗的敌手 他今天已经拔剑事故相嘛 这个好 心茫然 然后怎么样呢 废 立法院养在那边干嘛 废掉 不过那些人还是有薪水可以领啊 薪水还是 真的很可怜啊 今天我跟你讲 我讲这句话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我说民进党已经如入无人之境 台湾现在已经是无人了 对 那什么什么 哪有民主制度要有抗衡 要有制衡 没有制衡 没有抗衡 那就是独裁啊 那就是赤裸裸 直付二赌 那是全世界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好 所谓有政党政治国家会发生的 就不太可能的 那既然在台湾发生 你就晓得我们台湾现在的政治状况是什么了 对啊 所以这一月再再三的震怒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真正的 不管从中央到地方 解决了什么问题 然后就一天到晚演震怒 在高雄好像特别容易看到 我说震怒是表演啦 我就是说他回到 他震怒完了以后啊 一进办公室就笑口 笑口常开了 权力 权力跟利益 都掌握他一个人手里 高雄也有1600亿吧 有没有 这个预算 有啊 对啊 叔叔也忘了 差不多 他可以花到3000亿啊 花吗 但是他就有好多比例 可以用在行销跟置入的预算 这个金额 招标的金额 上次看到了 高雄朋友特别给我这个list 哇 这个招标案很惊人 我们过去的三四倍以上 好多这个金额的挪用 可以往这里来移动 这是他目前的关键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他自认为是搞革命的啦 我跟你讲 搞革命的这种政党 上去掌权 最可怕 因为他做任何事 他都觉得是理所当然 他是为了他的革命的目标 我跟你讲 只要他们台湾独立的目标 还没有达成之前 他杀人放火 他都认为是对的 现在就只杀 还没杀人放火 不过已经没收了 已经废止立法院了 我建议立法院可以不必 不必去上班了 那个 那个花在立法院前 那些真的可以 可以不要发了 没有用嘛 要在立法院干嘛 我们辛苦选出来的人 去干嘛 那还要花 一个月还要花四十几万 干嘛 废掉算了嘛 民进党已经给他废了 那还 那干嘛还要花纳税人的钱 对 连预算都不给你省了 还做得下去吗 你还做得下去吗 立算他不给你省了 你们这些人还坐在那边干嘛 就是说我们从节目一开始 讨论国际新闻 看看从乌克兰到台湾 然后再看看加拿大 澳洲 美国在当中 扮演了很多的角色 都是自己的利益 加拿大也是 然后我们老是期待着 人家别的国家来帮我们 自己却不断的在 该改善的问题不改善 这么小了一个酒驾的 这个事情 就迟迟没有办法 在修法上面通过 那更何况 更多民生经济重要的 台湾的人权的议题 都不重要 通通只要做内宣 所以明年的1月9号 马上就要到的选举 两个礼拜不到 就这样继续操作这个 塔律班议事 反中 恐中议事 这样就够了吗 我是不觉得啦 我这个 一向乐观 觉得这个民众 还是会真正张大眼睛 但不知道这天什么时候来 我们现在1月2号 我们来展示一下力量 1月2号吗 1月2号很重要 大家记得1月2号 要展现一下力量 要不然的话 民进党最怕的 就是1月2号 我们就让民进党怕一下 这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民进党 这个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那他这个 那他可要为所欲为了 如果不想让民进党为所欲为的话 要展现一点力量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站出来了 要站出来 要不然 你目前的情况的话 是 你不得不悲观 你不得不悲观 那你看他们马上 我就说 民进党要做的是 好多 吃核食 然后呢 费立法院 那别的国家当借口 人家都说没有了 对啊 那还要 我跟你讲 还会开始查水表了 限制人民讲话 不准乱讲话 这去查水表 息息会查的 对 然后 我是觉得 还有还会怎么样 还会产出异己 然后呢 用间谍 这种起诉的 会起诉越来越多 而且很多 我认为都是军方的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现在 这开始就变成 就是纳粹党的 他用民粹 取得老百姓的这种 无理性的支持以后 树敌 树敌算 算内部 像希特勒就说 犹太人 600万 没有任何道理 通通送到煤气炉 给你烧掉 对 你讲到军方 还有个好笑的事情 我们花大钱 买着这个军事武器 国防飞弹 结果经过五年来 一套都没有进来 这个新闻 今天我的报纸 又给我踩了 不是 这是太好笑 重点是要 国防预算 重点要买 要买才中间 才有油水 那是 重点不在于商品 要进来 重点在于过程 是这样吗 我以前 我以前在泰国服务的时候 听一个故事才好笑的 人家说 中国大陆要送 泰国军方 坦克车 是 结果泰国军方 不要 为什么 他说我们要买 哦 懂了 他说 为什么要买 你送来 我有什么好处 对 我要编预算 重点不在于国家 要不要运用 对 是某些个人 所以看到这个标题 立法院发现 真的很好笑 就是这个 像美国买飞单 付款了五年 一套都没有进来 然后预算又不让大家审 美国说 因为台海紧张 所以要多 卖给我们一点军备 然后结果很紧张之下 什么时候买了 下单了 钱给了 结果一套都没有来 哎呀 我们最后十秒 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是 会越来越多 谢谢街大使 哦 那祝大家在这么冷的天 都平安健康 拜拜 拜拜 新闻不够呛 政府不像样 你从没想过 说话可以那么直白 下班这一小时 你听不到给白 你最爱的 敢言不作作 你最欣赏的 勇敢不闪躲 人民渴望 有人为他们战斗 让政府谨慎 不敢犯错 罗友志 周一到周五晚上 六点到七点 在中广新闻网 罗友志